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政投資 我是分辨總貞 今天指數大漲300點 那就像我們在本週三 跟本週四說的一樣 所有非經濟因素的利空 對於好股票來講 它不會有任何改變 本來會漲的股票 不會因為這件事 就變成不會漲 原本如果是股票 也不會因為這件事 它就變成強勢股 所以不論說是 前陣子的裴洛西 還是說 這個時間的距離距離 其實對於很多好股票來講 它就是唯一的改變就是說 它多了一次全新的買點 今天很多股票 都可以證明這件事 如果沒有說突發性的利空 跟突發性的震盪 它不會有多的買點 所以其實在你去看 我們在本週三 就有特別講過 非經濟因素的震盪 好股票拉回就是買點 向下擴大部位 向上才會大轉 所以這其實也是我長期以來 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長線的趨勢 不會因為短線上的利空還是利多 就出現任何的改變 趨勢就是趨勢 短線上的震盪 就是讓你去增加你的部位 向下擴大部位 向上就會大轉 今天包含我們的 網東黑馬股 6470的宇治 一根漲停板 它就是最標準這樣的範例 如果說沒有說 昨天這幾天的利空因素 地緣政治的風險 它不會有全新一次的買點 好 那以大盤來看 其實今天算是百花齊放 你去看 其實對於台股來講 今天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利空 特別的利多 在沒有特別利多的情況之下 它能夠大漲300點 其實最大的關鍵就在於說 很多的好股票 它已經壓抑太久 稍微有一點點利空出鏡的味道 它就會開始百花齊放 所以也像我們在八月初所說的 八月的行情非常非常好 對於個股來講 如果說單論指數的空間 我認為還是不大 指數還是區間震盪的機率比較高 但是對於個股來講 它會百花齊放 那就像我們長期在強調的 真正實戰上的好行情 大行情 是中小型股要百花齊放 全值股 它做一個區間的震盪 因為在成交量不夠的情況下 如果說大股票漲 小股票也漲 反而中小型股漲是不會到這麼的強 所以這樣子的邏輯還是沒有變 在八月份 很多的好股票會一檔一檔的輪流往上漲 其實就是說 你說今天有什麼很重大的利多 好像也沒有 唯一可以稱之為是利多的事件 大概就是說 這次的軍演比預期中想像的不嚴重 頂多只能這樣說 也符合我們說的 因為台股它已經壓抑了太久 很多好股票就是說 它本來早就該漲 只是因為說外在因素的影響 在那邊盤很久 一旦說稍微有一點點的小利多小事件 就可以讓它的股價噴好幾根漲停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大盤 因為說美元跟新台幣的利差還是存在 美元跟新台幣趨勢沒有太大改變 所以大股票預計 還是不會有太大的空間 那預計就是在15000點上下去 做一個橫盤整理 但是中小型股它會百花齊放 所以可以把它視為是說 台股的壓力鍋打開 很多的好股票它會輪流大漲 錯過一檔還會有下一檔 就是說它的感覺就像是說 壓力鍋打開 很多早就該漲的股票 它的漲勢會比原先預期的還要再更快更兇 其實也包含像是美股 因為說美股在近期的表現 比預期中還要強勢 如果說 新台幣跟美元維持目前的格局 就是不要再繼續惡化 利差不要再擴大 很多的股票自然就會 漲回到它應該說 還給它應該出現的漲勢 所以你去看 網東黑馬股 我們上週講過的 它的7月份的營收 預估可以創下歷史次高 這個位置就可以開始佈局 就是647.0宇治 今天直接一根漲停板 從鎖到尾盤 那也符合我們所說的 全店挑戰七元 它向上就是比價中壘 今天最高來到77.9 這個位置買進了所有部位 全部都賺錢 你去看 這三根的黑K 它算是因為這一次 地緣政治風險 所帶出來突發性的買點 我們的操作就是這樣子 我們在上週佈局 如果沒有這一次 地緣政治的風險 它不會有多一次的買點 反而賺的不會到這麼多 也是因為有這一次 地緣政治的風險 要讓它的空間又更大 是不是 所以等於是說你去看 如果是以上週來講 應該說如果沒有這一次 地緣政治的風險 可能說這三根的長黑不會出現 它就直接往上拉 你去看 如果說從這個位置直接往上拉 我們的獲利 反而不會到這麼的好 頂多就是一根漲停板 但是因為有這一次的意外買點 這個位置可以去加碼 向下擴大不會向上大轉 是不是 幾乎是足足多了5到10%的獲利空間 所以這也符合我們在這幾天一直強調 其實所有的事件 尤其在股票市場 所有的事件它都是一體兩面 一定是有風險 才會存在超額的報酬 所以所有超額的報酬 它建立都是建立在一些突發性的利空上面 所以為什麼在這幾天 我會一直強調這樣子的邏輯 這張字卡就是我們在本週三講的 非經濟因素的震盪 好股票拉回就是買點 重點在這裡 對於好股票來講 向下擴大部位 向上才會大轉 向下擴大部位 往上拉反而它的空間更大 是不是 語字就是非常標準 向下擴大部位往上拉 反而我們賺的比之前的還要多 所以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要去把握這類型非經濟因素的利空 只要有拉回 那它就是一個很好很好的切入點 所以其實你說今天指數大漲了300點 這是在預期內的事嗎 坦白講並不是 你說今天會大漲300點 這是不是前幾天就知道 很難 這個東西我相信市場上沒有人知道 它會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拉 但是我知道的是什麼樣的股票 拉回來我可以去低接 那什麼樣的股票 一旦說大盤只穩 它的漲勢會第一個拉出來 這才是重點吧 因為說這個時間 包含說一些外在的利空因素 地緣政治的風險 這坦白講 不是一般投資人可以控制 那我們能夠控制的就是說 什麼樣的股票 拉下來我們可以去擴大部位 拉上去 當大盤只穩 大盤往上漲 它會衝第一個 這才是重點 所以你可以加入我的兩大平台 這兩大平台都會告訴你 這樣子的操作邏輯 很客觀 而且它是最接近現實面的狀況 Light跟Telegram ID都是WE178 WE178 這個東西就是事實 你說今天大漲300點 我相信是超出多數人的預期範圍 可能會漲 但是很少人可以預測得到 它能夠漲300點 但是我們能夠做的就是拉下來 針對好股票去建立部位 不論說是今天漲 明天漲 下週漲 反正就是說 只要說大盤只穩 這類型的股票 它就會衝第一個上去 所以也符合我們在之前所說 其實在整個下半年 因為說能夠操作的產業比較少 因為說對於整個大盤 對於整個市場來講 很多的電子業 它都開始出現一些獲利的 應該說庫存的問題 出現庫存的問題會導致說 真正會強勢 真正空間比較大的個股 就是在特定這幾檔而已 因為說成交量有限的情況下 反而資金集中在特定的某些產業 它的漲勢會再更強 所以為什麼會說 這個時間點買股票最好的理由 就是因為資金會集中在特定的產業 網通工業電腦生技股 今天要華耀又再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在接下來的行情 因為說 今天的盤勢就會證明這件事 很多股票被壓抑太久 那只要有一點點的利空 一點點的利多 或是一點點的消息面 它的漲勢就會非常的強 所以包含宇治也是 上週布局拉回來一個意外的買點 多賺了5到10%是不是 就是要把握這類型的買點 買進之後 今天大盤質問馬上一根漲停板 77.9% 足足15%的獲利 所以這也是我長期以來 一直在強調的操作邏輯 做股票嘛 針對一到兩檔去布局 獲利才會大 你說真的要賺多 一定就是針對一到兩檔 不需要說滿手的股票 針對一到兩檔好股票 說拉回來你敢買的股票 下去做針對新的布局 所以整個網通廠裡面來講 今天最強勢的就是宇治 那當然 整個網通廠資金還會擴散 那接下來還會有新的一檔 這一檔 隱藏版的網通黑馬 隱藏版的網通黑馬 它的貨應該說它算是轉機股 那它的轉機性非常非常的強 這一檔 它是很有機會 股價漲個五六十% 甚至翻倍都有機會 這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那像是要還要也是 其實你去看 為什麼會說 很多的股票 它不會因為 應該說好股票 好股票它不會因為說 單一的非經濟因素的事件 而從強勢股變成弱勢股 或者說這檔股票原本會漲 那因為這類型 非經濟因素的事件 變成不會漲 不可能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它頂多就是讓這些強勢股 這些好股票 又新增了一次新的買點 包含像今天的藥華藥 藥華藥它也是完全無視大盤 就是從500元一路漲到了600元以上 來 你去看 6446的藥華藥 當時有講 7月12號等待第二次轉牆的買點 7月21號公開預告 即將轉牆 即將轉牆在500元上下 進場去佈局 所以像這類型的公開預告說 什麼樣的股票轉牆 可以去留意 在我的Light兩大平台裡面都會有 所以記得先加入 好 那你去看 當時有講過 這項是它的在手藥證 白石銳鳴 紅血球增多證 再來 全新的市應證就是它的加分項目 所以它的股價幾乎是無上限 524元 7月22號 7月25號537元 7月26號553元 7月27號558元 7月28號573 7月29號575 當時還特別講股價無上限 當時有特別講 藥華藥它的股價 絕對有挑戰600元的實力在 當時看起來也是很誇張 怎麼可能目前的價差還有100元以上 但是今天就直接站上去 所以這其實也可以證明說 產業它的一檔股票 它的利基性夠強 它就不會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因為利基性這個東西 就是寡占市場 只要說它是寡占市場 相對來講 它就不會受到一些大環境 或是地緣政治風險的影響 所以646藥華藥 7月29575元 8月1號在創掛牌新高 最高來到583元 8月3號在高檔震盪 這個位置它就是在強勢整理 消化賣壓 大盤稍微的回穩 8月4號 直接在網上拉585元 8月5號今天 最高來到622元 又創了掛牌的新天價 11個交易日價才122元 帳幅25% 是不是 所以其實在8月份 很多的股票它會一檔一檔的百花齊放 因為資金不會有排擠的效益 如果你說指數很強很強 一些大型的全值股 台積電 聯發科 鴻海這些股票 漲勢都不錯的話 中小型股 反而沒有辦法走出這麼淋漓的走勢 那也像我們講的 看起來 如果指數大漲 看起來好像很好賺 但事實上指數震盪 全值股震盪 對於實戰上 才是真正最好賺的行情 很多種小型股 就會一檔一檔輪漲上去 所以你看 644六藥滑藥 這個位置是不是 它也算是有受到部分 地緣政治風險的影響 如果沒有這也是 地緣政治的風險 不會有這樣子的買點 這就是一個又新的切入點 好 當大盤回穩 馬上有兩個人上去 622元 所以其實歷史經驗來看 都是這樣 所有的地緣政治 應該說所有的 非經濟因素的風險 對於一檔股票 像產業來講 它就是一個新的買點 去年的事情也是 遇到說 飛騰這樣子的突發事件 那導致說股價從千元 掉到了三百多元 那又從三百多元 漲到了一千三百元 這也是因獲得福 所以在整個八月份 很多的好股票會一檔 接著一檔上來 錯過一檔 錯過藥環藥 錯過宇治 還有下一檔 尤其是這一檔 接下來 要針對性布局的股票 隱藏版的網通黑馬股 打入冷門地區的電信商 它的經營模式很特殊 毛利率是全網通之冠 今年獲利賺贏前20年 你沒有看錯 今年 今年2022整年的獲利 它可以抵過之前20年的獲利 所以這一檔股票 它的轉機性跟爆發力 都非常非常強 先進一段廣告 下半段我們再來講這檔股票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常來講的 一檔會長的股票很好找 最難找的是一檔 你敢大買的好股票 你說一檔會長的股票 其實看技術面就可以抓到 但是一檔拉回來 你要敢買的股票就很少 所以我才會一直說 抓到一檔好股票 就是要反覆下去做佈局 而且對於一檔真正的好股票來講 反而是會擔心它不下跌 因為不下跌沒辦法去擴大部位 沒辦法擴大部位 反而獲利就拉不大 是不是 所以其實這就符合 我們在本週所說的 非經濟因素的利空 拉回來對於好股票 它就是全新一次的切入點 趨勢不會有任何改變 唯一的改變 就是多一次切入點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Light跟Telegram ID都是WE178 WE178 前面要記得加小老鼠 裡面給你的看法 都是最貼近現實的盤面 最客觀的看法 尤其是對你的交割戶 跟對賺錢 最有幫助的一些分析 包含像藥華藥 藥華藥我們在7月21公開預告 一直到今天 不論你是在任何一天買進 任何價位 今天全部都是賺錢 所以記得先加入 好 所以在整個8月份 還是一樣 好股票壓抑太久 只要有一點點的利多 它就會開始輪流漲 是好股票 並不是說所有的股票 都會百花齊放 應該說 特定的產業強勢 這對於整個操作上來講 這才是最好的盤面 所以因為說台幣跟美元的利差 還是存在 所以基本上 大股票跟一些全資股 它還是比較偏向大區間震盪 大區間震盪的格局 但是一些中小新股 它就會開始百花齊放 因為成交量也放不太大 如果今天漲了300點 成交量還是維持在2000億上下 這也像我們之前說的 預計下半年常泰 就是1800到2000億左右 所以這對於中小新股來講 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行情 所以就是要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台股它就像是整個壓力鍋被打開 很多的好股票它已經壓抑太久 所以好股票它會輪流一檔一檔的往上漲 錯過一檔一定還會有下一檔 包含宇治包含像是震華電 包含像是廣機這些都是 這些股票上去就不用追 一定都會有接下來的好股票 好那包含像是工業電腦也是 震華電 震華電它也是完全不受大環境的影響 8月1號大漲了8% 8月2號153 8月3號160 8月4號168 8月25號今天 一樣在創高最高來到169 這個位置先獲利一趟 獲利幅度大約是20%左右 然後因為說它的橫盤期間比較短 所以部位沒有說建立太大 就比較把它歸類在短線操作 所以像震華電我們就是先獲利一趟 把資金抽回來去布局全新的股票 所以這也是你跟上 全新股票的最好機會 還有包含像是8050的廣機也是 8月1號上漲了大約是3%左右 72元 8月3號續漲 8月4號最高來到72.3 今天小幅度的震盪也是一樣 先獲利一趟 這個位置先把它資金抽回來 那去布局全新的股票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 可以把它視為是一個斷點 就是說 大盤在本週 在今天之前 它算是一個比較弱勢的整理 好 那今天轉牆上去 整個市場信心度比較強 那資金自然會轉移到一些 全新的股票上 所以包含像是整個工業電腦 它比較偏向是歸類在上一批的強勢股 所以這一批我們就是先獲利出場 那接下來有機會再去做切入 那包含像是剛剛所講到的這一檔 隱藏版的網通黑馬股 這檔股票它的轉機性非常的強 那主要就是說在這個時間 你會發現很多的轉機股 它開始一檔接一檔往上漲 因為其實轉機股它最大的特點 就在於說它是剛剛油虧轉銀 那油虧轉銀它的想像空間自然會大 那它的漲勢自然會比其他的股票更快也更強 這個邏輯講白話一點就是說 0分的學生跟99分的學生 一定是0分的學生 它的空間比較大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一檔股 你可以發現像是近期的一些光通訊 光通訊它就是很標準的轉機股 而且它是油虧轉銀 就這樣一路往上拉 漲勢非常強 包含像是去年的旱雷也是 370年漲雷它也是剛剛油虧轉銀 股價就翻了2到3倍左右 這一檔也是 它連續大約是3到5年左右 都是虧損狀態 今年它獲利正是油虧轉銀 而且轉銀的幅度是非常誇張 今年的獲利轉銀前20年 它主要的利多就是打入冷門地區的電信商 它是網通 打入冷門地區的電信商 冷門地區的電信商 也代表說它的寡占性很強 因為冷門地區代表說它可以通吃 所以它的市占很強 訂單率也非常的大 再來 因為它的經營模式非常特殊 這個之後會再講 它用一項非常特殊的經營模式 所以毛利率是所有網通之冠 以目前來看 其實整個網通廠毛利率最漂亮的 應該是智邦 2345的智邦 智邦它的毛利率大約是落在20%上下 20%對於網通廠來講已經不錯了 但是這一檔隱藏版的網通黑馬股 它的毛利率 因為說它的經營模式跟其他的網通完全不一樣 這之後會再慢慢分析 所以它的毛利率以目前來看 它是可以拉到25到28%左右 這距離網通龍頭智邦是非常非常 它的落差是非常的大 毛利率比其他的網通都高非常多 重點是在最後這一項 今年的獲利就單論今年 今年的EPS它是賺贏前20年 就是說之前的20年 從2000年開始算 從2000年開始算一直到今年 全部累積起來的EPS抵不過今年 代表說它的爆發性非常非常的強 而且因為說它借到的訂單 比較偏向量產 所以它的能見度是可以直接見到 2023年底 這一檔它就是一檔非常非常標準的大轉機股 所以這一檔它就是很標準的好股票 可以讓你擴大部位 向下就算大盤震盪 向下我們就是持續去加碼去佈局 所以把握這一檔 隱藏版的網通黑馬股 像是6446的藥環藥也是 藥環藥你去看 這個位置 它就是拉下來就是給你星期四的切入點 你說如果沒有這一次低緣政治的風險 不會有這一項 不會有這樣的震盪 它可能就直接往上拉622元 拉下來 不論說要去重新切入 還是說要去加碼 對你整個獲利都是會比較有幫助 可以大幅度的加大你原本的獲利 像是宇治也是 我們上週講的網通黑馬股 預計7月份的營收有機會創歷史次高 全店挑戰7元比較中 今天直接一根漲停板 它就是非常標準 如果沒有這一次的低緣政治風險 不會有這麼漂亮的買點 也是因為有低緣政治風險 多賺了5到4%的獲利 今天直接一根漲停板 所以在整個8月份 很多的中小型股好股票 它會開始百花齊放 而且漲勢會越來越強 因為悶太久 悶太久只要有一點點零星的利多 很多股票動輒就是2到3根漲停板 所以台股的壓力鍋打開 好股票它會輪流大漲 錯過一檔一定還會有下一檔 把握這次的機會 直接來電或直接視頻兩大平臺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自己買回來 我們會不會再買一把握 做出的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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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